一个人做一个免费网站,坚持维护一年,我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 大家可以猜猜看 大家好,我是鱼皮 今天给大家掏心窝子的分享下我做网站的故事 包括对网站的介绍,做网站要花哪些钱,怎么赚钱,有什么感受等等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点点思考 一年前,为了帮大家更好的学编程 我决定搞一个免费的编程资源网站 因为没有钱请团队,所以整个网站的老板,主动,产品,前端,后端,开发,运维,测试,全是我自己 就整天自己和自己打架 做这个网站,我闭关了整整一个月 每天下班之后,干到凌晨两点半,才终于把它上线了 现在,虽然网站依然有不少小bug,但起码活下来了 超过七万个小伙伴在这里找到了需要的免费资源 网站日均访问量也在一万左右 目前,站内共有三千多个免费编程资源 几乎都是小伙伴们自发上传 而且,我惊喜地发现,大家传的内容非常多元化 比如什么小游戏啊,995不加班公司白名单啊 壁纸网站啊,还有这个什么? 哆啦Amo漫画全集,你认真的吗? 其他的功能,像收藏夹,心愿单,找伙伴等等,就不一一介绍了 从反馈上看,的确是帮助到了大家 甚至有很多原来不愿意帮我推荐网站的朋友 现在也开始自发地帮我分享 那为了做这种网站,我花了多少钱呢? 首先,要想网站能被访问,你得有一台服务器吧 那这里,我用一台二合四G的服务器 来部署一些并发量不大的服务,价格一千四一年 如果你只是要做个人网站,那么一台一合二G的服务器 大概五十到几百块一年就足够了 除了服务器外,为了让系统能更灵活地扩展 支持更多人同时访问 我选用容器技术来部署网页主体 每小时二合二G,一年两千四左右 为了在开发时不影响线上数据,还需要一套测试环境 配置可以差点,六百块钱一年就足够了 为了方便开发和部署,我选用云函数来做后端 一年大概四百多 你还得有数据库来存放数据吧 三个数据库请求包,三百 你还得有地方存图片吧 几十万张图片,一年几十个G的云存储,三百元 为了提高网站的性能,买了一合一G的Redis来做缓存 一年二百多 为了让资源搜索更灵活 买了一台二合四G的Elasticsearch 一年三千五百多 此外,还买了些其他服务 比如内容安全审核 可以让机器来帮我们审核一些资源和图片 大概几百元 那大家可以算一下 总中这些零零散散加起来,也上万元了 那肯定有同学说了 哎,好像也就那么一点点嘛 啊,别着急 这只是技术上的花费 再看看运营 为了鼓励大家上传资源 我开设了积分机制 那有一些忠实的用户 达到积分后,得给人家红包奖励吧 大概也有一千多 由于个人时间有限 我请过几个同学来帮我审核维护网站 差不多花了一万六 还有些杂七杂八的开销 比如各种认证 还有加班餐 十顿肯德基 饮料若干 六百多 那总共技术家运营的总费用 大概是三万元 大家觉得是多还是少 接下来,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咱们来看看我赚了多少钱 注意,以下内容涉及行业敏感信息 请勿外传 我唯一的赚钱途径 就是公众号广告 一般是根据你号的平均阅读量来定价 这一年,我总共接了这些 加起来总数,突破了十一万 大家觉得是多还是少 肯定有特别想说 诶,我怎么觉得你小子赚钱挺容易的 但是,请大家不要忽略一点 这一年,我积累的用户 可不会自己找上门来 我公众号的平均阅读量 可不会自己往上升 早期,为了推广自己的项目 积累原始用户 我在全网砸了几万元的广告费 就哪怕效果差得离辅 我依然坚持在为那么一点可能性而投资 在顶着工作压力 运营另外一个大号 持续创作视频的情况下 我为这个公众号 沾了几十篇原创文章 才使得其阅读量稳步提升 再算上这一年掉着的头发 大家觉得我真的赚了吗 所以我觉得盈亏不能单纯地用金钱来衡量 还要考虑很多因素 比如时间精力性价比 毕竟我做网站的出发点也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想用心做好一件事 给大家留下一些东西 虽然投突但通过这个网站 我收获了更多比前更重要的东西 比如一套可复用的系统代码 开发运营经验 公司竞赛一等奖 当然最重要的是小伙伴们的感谢与支持 最后再说说我的感受 也得向自己做产品的同学一些建议吧 我最大的感受是 做着网站很简单 但做着产品难得一批 如果只是为了学习 你可以给网站怼各种这样的技术 但为了做好产品 你一定要先想清楚你的核心竞争力 然后把时间集中起来 先用最简单的方式 实现一个能运行的基础版本 尽快验证想法 好的产品应该是持续不断地接收反馈 持续改进和验证的 而不是像我一样职业病 一上来就做这种这样的架入设计 想得太完美了 反而容易过度设计 甚至放弃 我觉得在做产品方面 选择和决策 真的要比努力更重要 还有就是 我觉得现在做网站最难的是运营推广 而不是技术 毕竟科技发展太快了 现在大多数的系统通过拖拖拽拽 就能开发出来 实现难度和成本已经大大降低了 像我其实在大学时就做过几个产品 最后全部死在了 没钱没渠道没人力 去运营推广上 谢谢大家 我是鱼皮 我们下期再见 最近我上线了一个面试刷题网 很多热心网友啊 不在我的网站上刷题 反而各出其招 把我的网站当成了 靶场 垃圾场 免费的广告位 给我整气了 所以我必须要点名表扬几位同学啊 带大家一起领略一下他们的风采 先看这位啊 企图给我的网站 来段优雅的XSS注入 真是天真 我会连这种攻击都不防吗 开着小玩笑哈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复文本编辑器组件 都自带一层防护 你也可以用 JS、XSS等类裤来过滤 再看下一位 啊 给我玩爬虫 我看了日志才发现 我的网站 有424页题目 它爬了500多页 咋的 你这爬虫还没杀住车呗 你还怕爬不干净呗 但很可惜 我得后台加了限制 超过20页 直接返回为空 谁也看不了 正常用户也看不了 我就算自损800 也要把你这3000 往死里踩 还有给我网站做压力测试的 就前段时间那个玩意儿 啊 七我无谋 给我网站刷了20多万条假数据 直接得搞崩了 完了还试了服一去 深藏公语名 后来被我奖励了一个永久封号 经过它的测试后 我给每个用户 每天提交的信息数 加了限制 所以还得感谢这位朋友啊 来 你出来 我讲你一部最新的iPhone B 除了用技术来搞事的IT精英外 还有一些大聪明 给我的网站贡献了不少垃圾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灌水 打广告阿爸阿爸 比如这位 直接在回答区怼硬核广告 我打广告都没这么硬好吗 哎 这里不加一段广告是不是有点可惜 而且虽然我偷懒了 只在前端限制了点赞数量 但是也得刷新一次网站 才能点一个赞 而这小子 愣是刷新了那么多次 也要把自己的广告回答 顶到最上面 就冲你这份坚持 这份魄力 我不给你的永久封号 都对不起你 我还专门给你开发了个封号页面 专为你定做的需求 再看下面这位 在我扬言说出了网站一积分 能对一毛钱这件事后 这家伙 不知道从哪里整来了一万多积分 你当我是个大傻子吗 我给你改成负十万分好吧 就是为了防止这种人 我特地没有给网站做提现功能 领奖必须找我本人核实才可以 绝对不是因为我偷懒不想做这种功能 或者怕赔得欠家荡产 还有几位冒充官方的小可爱 我都不想说了 还什么红烧面施压 你怎么不来的糖醋的是吧 哎 要不说找网站难呢 除了技术产品运营外 你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 闲得淡疼的优质用户 想给你的网站提升粘性对吧 哎 真的投出 就这样吧 接着改吧着去了 拜拜